接下来的精彩议程 让我们欢迎云端安全联盟台湾分会创办人 继研究小组召集人蔡依郎先生 为我们探讨 从CSA看云端服务与资讯安全威胁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蔡依郎先生 大家好 各位资安先进 今天算是CSA一次在台湾蛮正式的一个活动 我们协助去世这边在台湾去做跟云端议题相关的一个探讨 那我今天就以从CSA的角度来看整个云端的服务跟资安的威胁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那我目前在国防中心服务 那从事资安相关研究大概五六年的一个时间 那目前也让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 譬如说CSA The Honeynet Project之类的 那这是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议题 那首先呢我会先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都在谈所谓的云端的运算 那云端运算呢 那基本上其实众说纷纭 各个不同的组织它其实有不同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那我待会会简单做一个介绍 那另外呢在上半年的时间 刚好有一些机会参加了非常多的一个国际的资安会议 那我也透过这个场合呢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些资安会议呢大家在谈什么事情 那什么事情是目前大家的焦点 那需要在意的是哪些领域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其实基本上都跟一些产业的活动 会息息相关 那也趁着这个机会呢 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整个CSA它目前在发展的一个方向 还有相关的一个潮流 那其实呢在整个CSA里面 或是在整个云端的产业里面 我们一直在倡导一个概念 叫做云端的安全生态系统 那这样一个生态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概念 它必须透过一些不同的solution 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 来做一些设计跟规划 希望呢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法 让云里面的服务 或是云这个平台 更加的一个安全性 那基本上我会从这几个面向 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到底什么是云端运算呢 其实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从早期呢 我们可能可以把它分成三层 从infrastructure platform或software 这样一个角度去看 整个云端的一个服务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概念 我们基本上在谈云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考 到底我什么样的服务 需要上到云里面 那这个会决定 你使用的一个solution 或你使用的一个环境 那同不同的组织呢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像NIST 或者是像IDC 或者是像Google 最先谈云的这个公司呢 那基本上它针对云的服务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说明 那基本上我们从CSA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 可是呢 它需要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服务的环境 那这个环境呢 其实未来我们会 大多数的人都会进入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平台 比如说像各位所使用的 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所使用的一些行动装置 甚至在公司里面 所使用的一些服务的系统 像很多的mail系统 我想很多企业也好 学校也好 开始呢 去使用这些云端服务供应商 所提供给你的一些 一些系统的平台 那基本上呢 在整个云端的服务 我们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一些云跟云之间 一些安全的问题 有时候呢 我们去使用这个云的服务 也许呢 它的底层 并不是单一个服务供应商 所提供给你的 它有可能呢 是由不同的供应商 所提供给你的 那会牵涉到一些 像身份认证啊 或者一些 彼此之间的一些 资料传送 或者一些云跟云之间的 一些安全的一个信任关系 那基本上呢 云的服务我想就是两个端点 一个是云 云端 一个是使用者端 云端跟使用者端 让中间这一层网络的连结 虚拟化了 云端里面呢 我们会去探讨平台的安全 系统的安全 那基本上呢 它会牵涉到很多 很多服务供应商 它的一个提供服务的方法 那使用者端呢 现在大家比较热门的 一般会去谈所谓的行动装置 行动装置的安全 这些使用者端呢 他可能从传统 这个资讯服务的一个架构 慢慢的转移到 像这种使用网络服务 或者使用这个线上的服务平台 这样的一个服务架构 那基本上 它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转换 那这个转换呢 必须经过一个通盘的考量 譬如说 对于7月来讲 哪些资源是我必须要采用的 我哪些的服务呢 必须要转移到 这个云端的平台里面 那这个其实会牵涉到 你所选用的这个资源 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从国际资安会议 我想COSQ也是蛮大型的 在亚洲的一个资安会议 那我今天就从亚洲以外的一些地区 来看整个云端的一个资安危险 那首先呢 在今年的2月 RSA Conference 那这也是CSA这个组织呢 发源起发起地 在2009年呢 CSA正式在这个RSA Conference宣告成立 那当年呢 就有非常多的一个业界 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联盟里面 那每年呢 这个会议 其实都在北美 亚洲 欧洲 去做一些举办 那我这边要focus在两个议题 今年的议题呢 其实在讲云端的安全 那Cloud Security 还有相关的行动通讯的安全 Mobile Security 这两个几乎是 这五天的一个议程 它非常多的 讲者也好 非常多的一个厂商提供的Solution也好 都是针对这两个议题 希望能够做一些 方案的一个解决 或者是一些 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 那里面呢 大家会一直去探讨的 到底云端服务 那怎么说提供的动作 对于使用者 怎么去确认这个使用者的身份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议题 也会环绕在云端服务的这个平台的安全 还有它对于这个使用者 身份识别的一些问题 那今年比较特殊的 我们一样在RSA Conference 去成立所谓的Mobile Security Working Group 那针对现在行动装置 其实成长的数量非常的大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整个组织整个联盟也意识到 这个通讯安全 其实是下一代 我们在从事像资讯安全的服务 或者是资安的研究 必须要解决的这个一个课题 那第二个呢 是Honeyet Project 那大概也是在今年三月去举办 那这个是一个蛮技术导向的一个会议 可是呢里面呢 我想刚刚趋势 在二一城市分析的部分 有非常多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组织呢 其实它也是蛮聚焦在 这个二一城市的一个分析 我想各位都有使用过Virus Total 那Virus Total呢 后边后端所提供样本的 其实就由Honeyet Project 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样本 那在今年的一个会议呢 其实我们也去探讨 apt攻击的这个问题 还有虚拟化 这个二一城市分析平台的设计的问题 所以呢 我目前全球大概有四十几个分会 那这四十几个分会呢 其实每一个分会都有发展 一些相关的资安工具 那也协助呢 一些需要的研究单位呢 能够去建制相关的一个诱补网络 那也建了一个叫全球诱补网络资料中心 我们称为Honey Cloud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里面呢 大概不含变种 就是大概有1600万种以上的这个Malware 也有超过2000万种以上的Share Code 可以做相关的一个研究的议题 那其中呢 也针对 因为现在资料成长量非常的大 那这么大的一个资料量呢 其实用传统的去 一行一行去看记录 去做这种分析的方法 其实已经没办法去因应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我们开始去谈所谓Bit Data的 Visualization 去做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分析 那这个在台湾办的 我们也是Honey内台湾分会办的一个会议 叫IS2 台湾 那今年在6月刚傍晚 那也是在谈IPT的问题 还有行动装置安全的问题 那因为呢 现在很多的21层4 也使用一些传统 在网路技术里面会用的一些逆中的技术 那这个逆中的技术呢 其实 以前来讲可能是为了避免你的服务 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正常提供 可是呢 像这样一个技术 比如说像FaceFast Domain 这样的一个技术 现在很多的21层4 也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来隐藏他自己的一个踪距 那也有相关测试平台的一个介绍 那这是上个月刚结束的Breadhead 那Breadhead呢今年蛮特殊的 它有一些跟行动通讯安全的一些相关的展示 譬如说像NFC的一个安全的漏洞 它可以透过一些破解的方法呢 可以在不接触这个受害者的情况下 去窃取对方行动装置上的这个资讯 那现场展示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是蛮惊讶的 那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场次呢 在看Enjoy跟iOS这些应用软体 就这些平台上的应用程式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一些像这种多重变形啊 还有一些程式语言啊 一些相关的漏洞 接着就是DevCom 那DevCom呢 其实也是一个蛮技术导向的 那今年就接在Breadhead后面举行 那里面也在谈很多像这个实体安全 还有通讯安全的一些议题 那基本上哦 这些会环到 不好意思哦 这些会环到在一些应用面 还有食物面的一些操作 所以有一些像零食差的供给 还有一些落点的揭露 那大多数的人会 一些研究人员 他其实会选择像DevCom 这样的一个组织 去做一些发布的动作 那各位看到下面有不同颜色 这个其实是这个会议的识别证 那你必须要去跟大家用 红外线传资讯 那这个上面还蛮有意思哦 各位参加的人都会在会场 去玩这类型的游戏 那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哦 那共同的一个趋势呢 基本上这么多的一个治安会议 一点一串看下来 那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 大概有这么这几个趋势 那基本上网路应用服务的安全的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 那现在因为很多应用服务 开始转移到云端的环境 这个问题又凸显出来 那势必要跟整个云端的平台 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关联性 那行动装置 那有一些相关系统 软体 硬体的一个安全的议题 那这个基本上 所有的会议都在谈这个事情 那二位层次的发展 变种的速度 那以 Honey Night Project来看呢 大概是一秒两只 的一个变种速度 那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那我们怎么看呢 怎么去看待这个新的威胁 尤其是现在都混合成 ABT的攻击 Barnet的这样一个攻击的行为 那我们怎么做一些应变 那巨量资料的收集 巨量资料 尤其像台湾可能 各自把准备要上路了 那很多企业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资讯我怎么做保存 那如果说真的需要 做一些矩阵 或者是一些 后续的分析的动作 那怎么处理 所以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巨量资料 必须做一些 处理上的一个设计 那有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服务导向的一个 资源的整合 这么多的不同的服务平台 服务的资源 服务的来源 那怎么透过 单一个服务的架构 把这么多的服务的资源 统整在一起 而能够确保 这样一个服务平台的安全 尤其是对使用者来讲 能够得到他的一个信任 那基本上 这个是新的一个挑战 那跨平台的一个整合 现在很多的行动装置 你可能不管你使用Android 使用IOS 使用传统的Windows平台 或者是MacOS的平台 那基本上 你这些使用者的使用的平台 会因为一个共通化的设计 譬如说现在大家都走Webass 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让未来提供服务的方法单一化 单一化 那 跨平台一个整合 就会凸显出来 你怎么开发一个环境的 能够让这么多的平台 能够使用相同的一个资源 而且没有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那复杂化跟集中化的一个运算架构 以往来讲 我们可能单纯 单一个Cline Server的架构 去提供一个服务 虚拟化之后 把很多对外提供服务机器 集中在一起 再来呢 更多之后 我这个平台有非常多的这种虚拟的服务 在上面执行 那怎么说一些资源的调配啦 或者是一些安全政策的一个管理 那基本上这会有很多管理的问题 需要做一个解决 那最后一项 像隐私 跟机敏资讯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很多使用者最在意的 譬如说我今天放上Google的 Google的Mail的这个资料呢 到底这个所谓的服务供应商 会不会去看到我里面所通讯的内容 我放上Draw Buster这个档案呢 这个服务供应商是否会去看我的内容 那当然我们必须信任他 信任他之后 你就觉得这样一个服务室很方便的哦 那以CSA来讲 其实大概到今年 应该是三年的一个时间 那我简单分享一下 这三年来CSA在做什么 那CSA其实基本上是从2009年到现在 那定位在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它是非盈利的组织 正式在美国登记 那致力于在整个运断环境下 提供一些安全的方案 那从成立开始 其实因为它规模 还有它的一个步调 其实非常的快 那到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分会 那参与进来的这个厂商呢 会员大概有126家 那如果说以独立研究学者 研究人员的一个身份参加 有超过3万人次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里面的一些活动呢 也是非常热络 几乎每天 如果说各位有机会 上官方网站去看 它几乎每个礼拜 一定有一些相关工作小组的活动 那我想国内的一个使用者 或者是一些研究人 最先接触到的 应该是这个组织 所发布的这个安全的指引 它大概每隔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会发布一个新版的 那去年呢 11月14号也发布了新的3.0版 3.0版它做了一些 跟以前的2.1版呢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调整 那也新增了一些新的领域 我们待会会简单做一个介绍 那整个联盟的一个宗旨 那基本上 我们会扮演一个 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 提供用户跟供应商 对于云端预算这个环境下 必要的一个安全的需求 跟一些认知 或者是后过一些圈领 透过一些会议的方法 去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知识 那对于云端预算安全的 一个最佳做法的独立研究 基本上呢 我们不想跟任何一个厂商的 这个解决方案有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会比较中立的方法 去看一个安全的运算环境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基本上不会有方案 那会做一些最佳的一个建议 你应该要考量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考量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那对于正确使用这个 云端预算跟解决方案 有一些宣传跟教育训练的计划 所以呢CSA也推出了 云端安全的认证 CCSK 那国内目前有拿到的 还不到100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后续 会再做一些加强的 也希望呢 透过我们台湾分会 去做更多的一个连结 那创建了有关 云端安全保证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会去思考 现在的潮流大概往哪个方向走 那这个方向呢 跟产业的脉动 跟它的连结 是怎么样是去做一些全盘的一个考量 那一旦呢 长到这个脉动 你就有机会找到下一波 你的一个 在产业里面的一个优势 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问题 一些研究的议题 会在整个组织里面做一些发酵 那 基本上我这边提供几个网址 有一些研究的网址 教育训练网址 还有认证相关 各位可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我这边做一个最新的 就是CSA最新的news update 前几天 就是Cost Q在新加坡的会议 大概8月15号 8月15号左右 那 CSA也正式宣布 整个headquarter总部会设置于新加坡 因为它有来自新加坡政府相关的一个资金上的结束 这也许是我们台湾政府需要再多做一些努力的 对于这种非应利的组织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 有指标性的 可以建议多投入一些资源 那 headquarter设置于新加坡 它会做三件主要的事情 当然是总部会设置在新加坡 整个营运的一个团队 营运的一个决策 会由亚太地区 这边来做一个参与 会设置全球的一个研究中心 包括一些研究议题的一个研究中心 还有标准秘书处 就是整个行政的资源的体系 会移到新加坡 整个CCSK全球卓越培育跟训练中心 就是会做CCSK的大力的推广 这个交易训练中心也会设在新加坡 APEC未来会成为重点发展的区域 这也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导向 整个亚太区目前算是经济 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区域 从2012到2015年 预计由CCSK的一些相关的统计 这是一些成长的数据 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基本上大多数都有超过100% 所以是一个正向成长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呢 台湾分会 台湾分会大概 在去年大概已经正式成立 那目前也还不满一年的时间 那有陆续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进行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参与 整个台湾分会的一个相关的运作 可以到下面这几个社群 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也可以到Facebook或LinkedIn的一个社群 去参与台湾分会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有相关的一些研究的议题 或是需要研究的一些召集 那我们都会透过这个社群网站呢 去做一些连结 来邀请一些有知识室 共同来协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再来我谈一个议题 就是Ecosystem 以往来讲我们从传统的治安 我可能会采购很多不同的治安设备 分别依据它的特性 比如说我防火墙 可能就阻挡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攻击 那我需要侦测一些行为特征 那我就部署一些路线政策系统 防御系统 那或者是说我今天想要做端点的防护 我就去部署所谓的端点防护的软体 防护软体之类的 像这些呢 其实呢 它都构组了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 可是呢 在云端安全的环境 云端运算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机制 基本上已经面临一些挑战 那我刚刚也提过 很多人的行动手机 智慧型手机 我想现在应该没有装防护软体 那基本上呢 它进入公司企业内部 去存取内部的网站 对于目前的很多企业的内部的安全政策来讲 因为它用的是员工的账号密码登录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会被判断为在被信任的区域 那某方面呢 它可能是一个威胁的来源的管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谈 Ecosystem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 那整个云端服务 它其实有基本有几个关键 比如说 服务供应商跟使用者之间 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个巨量资料的处理 像很多现在使用者可能到处跑 那他用了他的行动装置 去连结这些所谓的social network 去做相关的比如说打卡上传影片上传 这些图资 相关的一些动作 那基本上呢 在供应商之间 对于使用者 他会去接受 这么大量的一个资料进来 那然后做一些 观点跟一些处理 比如说同一份资料 如果说有两三个使用者一起送 那也许呢 在整个服务供应商 他必须要做一些因应 他只留一份 可是呢 怎么让不同的使用者 还是能够看到 原本他所提供的一些资讯 这个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那可以放在任何的地方 跟资料中心或是设备 一开始我有讲到 整个云端的平台 它是一个两端的一个服务 中间的网络其实是虚拟化的 那对于这个资料放哪里 其实对使用者来讲 不需要那么的在意 那你在意的是 我能不能随时的 而且能够依据我自己的需求 去使用这个云端的服务 那基本上这是有一些关键点的 那各司所值 目前很多服务供应商可能不够大 或者是他只专注在某些特定的服务 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 可能一个平台 会有不同的服务供应商所提供 有的提供平台 有提供基础设施 有提供上面所跑的一些应用程式 那基本上呢 不同供应商之间 对于一个使用者 怎么去构组整个云端服务的执行 那他有一定的一个角色 那目前呢 很多人去尝试 去使用这个所谓的私有的 私有的运算环境呢 他会面临到一个 所谓短暂供应商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需要的时候 他去使用这个服务 这个平台去做相关的一些运算 那结束之后呢 我这个平台我就不要了 那上面的资料 对于供应商 或者是对于使用者 我是不是能够相信 这个供应商已经把我 放在所谓的运算平台里面的data清掉了 那我怎么去做一个 一个确认的动作 那换个角度 供应商怎么去证明 我会做好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做一个虚拟化的管理 机器越来越多 虚拟化的这个平台越来越多 那甚至是跨不同的site 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域位置 我怎么做一个统整安全政策的落实 那这也有一些 相关的虚拟化的一个管理的机制 会是整个云端服务的一个关键 那在供应商 这个刚刚讲过 就是在身份认证一些问题 那目前呢 我想很多企业也好 或者是公司也好 那内部一般 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型的服务的方式 就是说 有很多员工 他会同时使用公司的intranet企业的服务 或者是公共的所谓的public cloud这样的一个服务 譬如说像Gmail 我想很多人都有Gmail 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前提呢 彼此之间 譬如说一些资料的一个防御 资料仪式的一个保护 对一些存取前线的一个控制 那怎么做一些应变 或者是做一些防御 那目前来讲 很多传统的治安设备 其实是没办法很完整的 去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启动 去思考 我怎么重新设计一个云端安全的生态系统 而能够让他 能够自己做一些应变的动作 那我想 这个应该是对各位最有感觉的 很多人会宣称 可能他对某一个特定的供应商 特定的大型的网站 有一些不满的意见 那他就是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在 从去年开始 那我们称为呢 骇客行动主义 这是一个新的字 那这个危险呢 其实从2011年大规模的 网路攻击行为 越来越多 那暴增的结果 其实也造成一些实质影响 比如说 他可能就攻击前几天 他不见得真的会去做这个事 可是他就发布消息 我们准备打像Facebook 或是某一个特定的服务供应商 那会不会去做 不一定 可是呢相关的一些影响 其实已经在网路上会有一些发酵 那营运规模为大 担任的角色越重要 譬如说像Amazon 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平台 它一系图平台 我想它也算是运作蛮久的 也很多人使用它的服务 像这一类型的人 越大 规模越大 或者是你的资源越多的 越容易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那主要的目的当然呢 要破坏某些的这个服务 窃取一些使用者的资料 那以目前来讲 使用者的资料呢 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有价的 那或者是呢 在攻击之后 我这个攻击者 会在网站上留下一些讯息 那表达他要诉求的一些意见 那整个很多手法 当然会结合多种攻击的方法 包括Mailware 或是运用巴内 去做大量的一个攻击 或者是资料的窃取 或者是针对性的 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 持续的对你做很多的渗透测试 做一些弱点的分析 甚至寄送一些span mail 引用你去点写植物的后门 类似像这一类型的一些攻击技术 在这样一个攻击的活动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非常的频繁 非常的频繁 那也会跟整个环境呢 做针对性的攻击 比如说你的web-based portal 或者是你的 cloud service 的平台 那基本上他会做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一些 异常的一些活动 那对象呢很多会针对 像政府单位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组织 那当然公司呢 可能就像Amazon Sony Google 这一类型的 他可能有某些 某些技术 或是某些特性 是符合这个攻击的目标的 那很多组织 就会去做这个事情 那未来呢 我们去看云段安全 有一些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随时变化 我想这个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今天在谈云端安全 跟过一阵子再去谈云端安全 也许我们看的架构 跟看的一个服务形态 就不太一样 因为发展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的快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的 你导入这个云端服务的平台也好 使用云端的服务也好 第一会面临到就是全球 可能一些不相容的一些立法 跟政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 以Google所提供的这个Gmail的服务 那加拿大政府就直接立法限制 公务单位不准使用Gmail 去处理所谓的公文 它是直接立法 所以像很多国家 它自己的法律 其实会因应它的一个需求 去做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那我们使用这些服务的平台 很多服务供应商可能是在境外 那你怎么做一些处理 或者是公文的法律 是否有所抵触 那基本上 这个是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基本上 那现在从CSA的角度来看 很多人会去想说 那我公有云应该长什么样 私有云应该长什么样 其实对我们来看 我们是觉得它是没有标准的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做法 只要你能够符合 这个提供的这个目的 或者是它使用的环境 那基本上 你要使用公有云 或是使用私有云 或是使用混合云 那基本上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以目前整个平台来讲 那我目前看到 对于风险的管理 跟一些弱点的检测之类的 那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少一点的 还需要去做更多的一个解决 那很多的身份管理 其实是不安全的 那我想呢 很多现在使用一些网路的服务 你就会看到 你要不要使用Facebook的帐号 使用一些其他平台的帐号 做登录的动作 那登录 你要用他的帐号做登录 他一定会问你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授权我存取 什么什么什么 那基本上这个是 很多使用者会直接同意 那同意之后 那很多你原本 比如说你用Facebook好了 你在Profire裡面的一些资讯 可能因为你这样一个同意 他就 有人就可以存取到你的这个资料 那基本上会有一些 身份管理一些问题的呈现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不完整的 那面临了一个治安事件的一个回应 以前来讲 我可能可以对一个单位 比如说这个平台 做一些攻击的活动 对外有一些异常的活动 那我可以开立治安事件单 通知这个单位做一些主理 那以目前来讲 你的服务供应商可能远在国外 那你要怎么做一些应应 做一些应变 基本上也是 需要讨论的一些关键 那最后一个就是 传统的安全防御 以逐渐失效 那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思考 我怎么重建我的一个服务的平台 那其实呢在整个CSA的组织里面呢 有一些所谓 研究的主要的议题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这边先简单做一个介绍 那基本上各位现在看到这14个Domain 就是最新版本的 这个3.0版 它所衍生的一些议题 一些建制的指引 云端安全相关的一些指引 那我们会从云端的架构 也会从云端的治理 还有从云端的维运 营运管理的面向去切入 所以呢各位会发现 其实在谈云端架构的部分不多 因为它是一个概念 它并不是一个定型化的一个标准 所以基本上呢 在这一块 它只会去谈基本的一个框架 你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框架 才符合 你才能说它是一个云端服务 你不能加一个网站 我就说它是一个云端平台 基本上这是 没有符合某些的特性条件的 那在治理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会去看 一些风险管理有关的 因为既然谈管理 我们就会去谈一些风险 那也有一些法律的议题 比如说像有一些e-discovery 你必须要去验证 那这个平台 它可能基本上 要能够符合一些法证的一个要求 那有一些法规遵循 或者是资讯安全管理 那里面 谈到的像资压安全 对于使用者的一个资压安全的一个保护 那另外一个呢 在治理的部分 可能会遇到像一些灾难的时候 它会衍生到 我今天我这个平台 必须要做一些异地的一个备员 有相关的一些机制 当它在做相互运作 在做移转的时候 那基本上呢 一些安全的政策 怎么直接移送过去 就是说直接传递过去 让你的DR site 你的BCM的一个site 同时能够拥有相同的一个 资安的防护的一个安全的规则 这个其实是在移转的过程 跟移转之后 要非常去做一些验证跟确认的事情 那在营运管理 这个可能各位就会比较有感觉 如果各位是一个服务供应商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资料中心的违运 或是事故的回应 还有如果说一些城市开发人员 已经开发的平台 是否有存在一些 城市码上的一些漏洞 或是有 有没有做相关的 譬如说像Injection的一些认证 那有相关的一些 需要在意的 需要留意的 一些议题 需要在像应用城市安全这一块 因为它是面对使用者的第一个门 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是使用者 使用者跟云端服务供应商 或者是服务供应商两者之间 基本上会有一些信任的机制 你可以从一些金钥的交换 金钥的管理去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有一些像识别 一些权限 身份的验证 存取的一个管理 基本上会跟使用者的身份有一些相关性 那最后才会去谈虚拟化 虚拟化是一种手段 它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虚拟化里面 就会衍生到你怎么去设计你的虚拟化架构 你的虚拟化的平台 应该怎么样做一些管理的动作 那自己要选择哪一个虚拟化的平台 基本上在CSA的角度 并不会比较prefer去建议哪一个去 你要采用哪个平台 那最后一个是它在去年 就是新版的里面 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一些运算的服务 里面可能有常见的 web server 的一个服务 这种比较共通性的应用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是否 从资安的角度来看 有些平台可以慢慢的转移到 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 去因应巨量资料的一个产生 譬如说所谓的Cloud SOC 云端的一个SOC 那这个其实是未来 也许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从working group 其实它每年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working group 或者是一些working group 一直持续在进行 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到 到底现在的潮流趋势在哪里 毕竟有场观学员界 在这个组织里面 研究人员那么多 有120几个大型的国际级的公司 有这么多还有60几个分会 基本上它所凝聚的 这个共识跟它的能量 其实是蛮聚焦的 所以呢我们会从working group 去看整个云端的一个发展 所以当有新的议题 或者是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会成立新的这个工作小组 那会着重在一些像技术标准 其实很多商业会员加入这个组织 他要的是掌握标准的这个创始的权利 因为一旦标准实施 像以前来讲 有人在提说云端是否有一个认证的标准 传统来讲我们可以从ISO 27001 知询安全管理制度来看 我有一个ISO标准可以去follow 那云端有没有 其实现在里面在谈 ISO 270017或是18 那270017或270018 所以基本上 其实有国际标准组织的这个角色 其实已经在CSA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参与 那未来也许有机会在270017的这个系列呢 会有针对云端平台的一个管理制度的一个验证 那也许未来一些服务供应商 他就必须要去通过这种认证 可是呢 在这个INITIO的阶段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最需要一些业界 或者是一些能量进去的地方 这样台湾才会拥有一些主导性 或者是先掌握一些发球权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等标准一旦实施 那我们就是只有follow 那基本上那就是又慢人家一步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议题呢 如果说有一些单位有兴趣 我们从台湾分会的角度 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各位去join到这些工作小组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那目前呢有19个研究议题 那有两个只有商业会员可以参加 因为一般来讲 它那个是比较共通性的 那有些商业会员 会去探讨彼此之间的一些合作关系 那整个CSJ它会召集 全球会员去参加工作小组的运作 那我们台湾分会目前也是扮演这个角色 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者 那里面呢主要是由任务编组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参加的工作小组 那每个月呢可能有一到两次一个工作会议 现在目前都是concore 你会去做一些工作会议的讨论 那每年呢会在CSJ半年的研讨会做成果的发布 有时候到这时候 其实很多初稿草稿的文章 其实都已经定案了 那这是全球的商业会员 商业会有126家 那我们现在思考的是 台湾在哪里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台湾的角色在哪里 这么多的全球的一个国家呢 这个商业会员 其实都已经就应到这样一个组织 能够参与一些关键议题的研究 关键议题的一个发起 比如说像RSA 它在里面其实着力非常的多 着力非常的多 那以这样来讲 台湾的厂商其实必须要找到 可以就应的一个主题 或者是我们的优点 去凸显我们的价值 那整个一个 Cloud设计呢 那基本上 从CSA的角度 我们会去看这几个面向 你可以去看一些 基本的角色的定义 存取的权限 还有它赋予它的一个属性 还有相关的一个集合 那以前来讲 我们大概只会讲前三个A 那第四个的Auditor 是目前还蛮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是在服务供应商 怎么提供使用者 这个信任的一个保证 相关的一个基额支柱的建立 其实有助于 这样一个信任关系的建立 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最后一个呢 跟技术面有关的 它会提供一些资料的保护 我想大家使用云端的平台 大多数要的就是 我今天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随时的是去存取我 放在这个平台上的资料 那随所可得 那以这样的一个前提 这样一个需求的前提下呢 那基本上 那很多平台可能会 擁有你有非常多的资料 那这资料呢 可能有你的一些资讯呢 个人的机敏资讯 也有相关的 你可能会放某些的档案上去 那这个有一些资料保护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几个面向来看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在选择或者是在建制 一些云端的平台 或者是想要导入某些云端的一个 机制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提供各位可以做一个思考的 那台湾呢 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其实基本上台湾分会 主要会扮演这几个角色 那目前呢 其实我们也是官方正式认可的一个分会 那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还有一些分会还在发展中 那会担任呢 国际总会跟国内主要的一个联系的桥梁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扮演好这个 这样一个桥梁的角色 尽量的把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呢 提供回来 让台湾的人 我们当地 可以国内做一些互动跟一些交流 那也会呢 做国内相关产业的连结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跟云协 还有一些工业院支撤会 都有一些 洽谈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议题 未来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琢磨 那目前呢 台湾分会会先着重在这几个议题 Mobile Security Bit Data 还有HIM 还有TCI HIM呢 我从台湾的一个健保制度来看呢 它是台湾蛮有发展潜力的 它在讲 就是所谓的健康资讯 健保资讯的管理的问题 怎么透过这个云端的平台呢 去做一些分享 也许就是国内正在讲的所谓的医疗云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TCI呢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深入去研究它 它是整个云端架构 从不同面向去看的一个大架构 那整个后面有一些产业的建议 比如说资料主机保护啦 对应到我们联盟的一些相关的计划 那有一些发展的方向 那有一些像资料安全的服务啦 那也有一些发展的方向 比如说我可以利用云端服务 提供安全的服务形态 就是security as a service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很多机核 因为audit 我想未来各支法的一些议题 云端机核 会成为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那其实呢 右边有个像 在CCA有个叫CCM的一个计划 里面这个是查检表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下载 那里面呢 会跟各位说 你在验证一个云端的服务 如果安不安全 应该检查哪些项目 你现在的一个评分大概在哪里 你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差异性的这个评仰表 那整个平台安全 我想这是我们 台湾很多产业最擅长的 就是这种资讯基础架构的一个设计 那慢慢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转移到一个服务的形态 尽量用服务的方式 去包装前端的这些所谓的原本我们的优势 那有自通讯 那我们国内有相当多的一个产业厂商 有很多自通讯的一些设备 一些解决的方案 那所以呢 未来也许可以发展M2M Mobile2Mobile的这样一个通讯的安全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我最后做一个结论 其实云端服务不是一个新的技术 从刚刚在讲 其实我们都没有讲很多很多新的技术 它是一个新的概念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新的一个概念 去启动原来的一个安全的生态系统 那整个一个威胁呢 持续演进 从前一场也介绍很多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一些新形态的自然威胁 其实非常的快 那目前整个潮流已经走向云端化跟行动化 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 那整个云端的服务环境的改善跟强化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这边简单做一个结论 就是 其实我们已经在云里面 那 我们怎么让它更安全 其实这就是CSA在台湾希望做的事情 好 谢谢 谢谢